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授予了 博士学位了 但是有没有论文 我们不知道 搞不清楚 针对这一篇声明 台湾的学者以及众多的 很在乎蔡甲博士是否撒谎的这些人士们 他们召开了这个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呢 当然我看了一下 我全程看了两遍 首先是由郑委员讲话 然后有贺德芬老师讲话 然后有林怀强老师 还有彭文正老师 还有江律师 还有张进律师 在他们的讲话过程当中呢 彭文正老师和林怀强老师 他们是用英文来表述 当然 他们的目的是说 因为这个是国际记者会 他们是希望把这些声音传达给西方的媒体 让他们能够引起重视 这个可以理解 首先我的观点呢 是郑委员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在立法院也就这么一个立法委员 还敢碰这个话题 所以能举办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呢 我们首先该感谢郑委员 第二呢 贺德芬老师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贺德芬老师他作为一个法律人 他过去呢 一直也在为台湾的民主在抗争 到今天他在为台湾社会在抗争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了 是你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诚信了 一个人把整个台湾的社会给彻底败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已经上升为台湾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不要诚信了 还要不要说实话了 还要不要诚实做人了 这一点呢 就上升到了一个伦理道德的高度 所以我对贺德芬老师的讲话呢 我都非常的认同 林怀强老师和彭文正老师两个人的讲话 他是用英文来表述 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个人认为 现在你要想用这么小的一个自媒体去影响西方的所谓的主流媒体 难度非常之大 正像我昨天讲了 我昨天分享了一个 我们在加拿大为了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诚实的人 是一个不想欺骗政府福利的人 而被一个骗子 被一个流氓诬陷 最后的结果呢 是加拿大的政府一起来狂砸这个好人 对他进行逮捕 判刑 剥夺你的工作 最后呢 还要从经济上狠狠的制裁你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呢 去冲撞加拿大这个伪政府 结果我们发现 原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在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他们的媒体是保护他们的伪政府的 我之所以说伪政府就是我们不承认 虽然你是政府 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认 为什么 这个政府在道德上已经失去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了 也就是通过我很好的一个记者朋友 到最后不得不告诉我真相 就是他们要报道一个民间的一个冤案 必须要得到政府的认同 也就是有一个假 有一个乙 你两方都说的 哎呀 都是这么回事情 我才能报道 政府从来就不会认同你的东西 政府从来也不会告诉你 他做的是错事 政府永远是 要不不理你 要不拿出一个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就是 哎 这个人是罪犯 这个人有暴力 那个人是无辜的 其实那个是撒谎的 以他们的智商 他们知不知道是撒谎呢 他们的智商没那么低 他们知道 为什么 证据都在这儿呢 但是他们不看这个证据 他们不看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他们只看想他们要的证据 这个就是整个在西方的媒体界 他的生态就是被牢牢的掌控在统治阶级手里 所以过去我们说 西方有言论自由 根本没有 你说那点话 不疼不痒的话 他们只是不理你 但是在关键的议题上 所有的主流媒体全部被垄断的 被上层垄断的 你不能说他不好 也就是有人说了 加拿大的社会很平和 从来没有什么抗争 不是很平和 是被全部封杀了 全部压在底下了 全部给你封杀在萌芽之中 不让你有任何的想法 这个就是我们上升到 这次卡车司机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政府它是君主立限制 我们说君主立限制就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一个制度 我是王 我是绝 我是熏 你是草民 你是贱民 有美国的一些媒体说 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的卡车司机 他举了一个牌子叫Fake News 就整个的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全是Fake 为什么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不采访他们 不问他们 你们在诉求什么 不问 政府说了 这是一帮暴力分子 必须镇压 他们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流媒体就是照这炉子去说的 所以他们卡车司机认为 他们是被诬陷的 被污蔑的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和我们之前说的小的事件 其实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明明他们是好人 他们只是争取一点权力 就是我能不能选择 我打还是不打 我只要这个权力 如果我不想打 我就不打 但是政府把他给诬陷成一帮罪犯 而我们前面说的加拿大的案例就是 这个人他不想欺骗 但是政府说了 你是罪犯 为什么说他是罪犯 说你要暴力 加拿大的卡车司机也是这样 警察说了 这帮人企图煽动暴力 推翻政府 其实是没有 这些话哪来的 是编造的 是诬陷给他们的 卡车司机他们非常的不认同 所以他打出一个叫Fake News 这个社会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压在下面 你能看到的媒体 肥皂剧 男欢女爱 明星 政客 体育 那些不疼不扬的永远你能看得见 所以我们看新闻的话 其实我们从来不看加拿大新闻 因为加拿大的新闻从来没有内容 美国多少还有一点 最近也不行了 几年前还可以 在2020年之前 其实还有一些新闻能看到 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出来以后 谁对谁错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有鉴别的能力 而我们不想只听到一个声音 而现在 在所有的西方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你都包括在里边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就一个声音 没有杂音了 为什么 所有的媒体全部被垄断起来了 所以彭文正老师 林怀强老师 这样一个声明 能不能被西方媒体去引用 我认为是非常之难的 我们再把它拉高 再拉高 他们最害怕什么呢 他们不害怕你在自媒体 网络这个平台上流传 撒谎骗人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事 昨天我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法律里边 有一条说 你要撒谎了 你是犯罪的 有没有呢 答案是no 他们最害怕什么 他们最害怕的一个词 我现在这里不能用 一用了就被黄标 他们最害怕的词是革命 你们现在就拿出字典来 查一下什么是革命 在字典里边对革命这个词的定义什么 你就会查出来 它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 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一种手段 而这次呢 在加拿大呢 很多媒体就说 在加拿大已经没有反对党了 反对党只有一个 就是卡车司机 我呢 再把它放大一点 在加拿大呢 只有一个反对党 卡车司机代表了什么 是劳动阶级 工人阶级 是手工一辙 是靠我们的双手 靠我们的时间去换取金钱的一些工薪阶层 打工阶层 这个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反对党 而上面所谓的自由党 保守党 NDP 他们全是一个政党 他们是什么 他们维护他们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君主立宪制 就是分出阶层 我是君 我是绝 你就是草民 现在在西方社会 就形成了这样大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你看卡车司机出去以后 那么多人欢迎 全是老百姓 老百姓已经慢慢的感觉到了 他们其实是被压制在底下的一群草民 而他们的声音都出不来 我们只是接触了个别的案例 其他人也有他们的案例 他们那个案例也是 他们所有的声音被压在底下 一个都冒不出来 你能看到的光面弹簧 那都是假象 整个的社会底层 冤假错案 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再把它上升 什么是革命 十月革命 对吧 这是一个词吧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体制 为什么 沙皇体制就是 他高高在上 你在底下 十月革命之后 到今天 我们发现沙皇体制又复辟了 这很简单 再有一个词 我们看历史上 法国大革命 对吗 法国大革命呢 也是他用三年的时间推翻了腐朽的长达三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和封建体制 推翻了君主立宪制之后 法国大革命呢 他们是用自由平等和博爱来取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 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每一个老百姓所向往的 而君主立宪制或者封建制或者沙皇制的话 他是不给你老百姓自由 你也不要想享受跟他的平等 更没有博爱了 那很可惜的就是到了1815年 君主立宪制再次复辟了 一直到今天 多少年了 几百年下了 对吧 几个世纪过来了 从19世纪到21世纪 两个世纪过来了 现在一直又是恢复到了君主立宪制 法国大革命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也就是说 他用自由平等和博爱 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君主立宪制 也就是等级制 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 但是这个社会比较薄弱 甚至他们革命成功之后 他们缺少很多的经验 再由当时的人可能在意识形态上 也受到了局限 当革命成功之后 如何的向前走 这个是在摸索 十月革命也是这样 十月革命成功了 但是在后期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又被重新的被复辟了 沙皇统治复辟了 君主立宪制复辟了 等级制度又复辟了 到今天我们会发现 整个这个社会 他们崇尚的还是等级制 没有一个社会说 我们是平等的 什么叫平等 官民平等 贫富平等 不爱 我们是不爱每一个人 而他们只爱他们自己 他们绝不不爱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好人被加拿大被残暴的镇压 被残暴的抓起来 被残暴的关入监狱 被强行的剥夺了工作 这叫不爱吗 这不是 这是因为你要反抗我 我就制裁你 他们最怕的就是反抗 所以动不动就说 哎呦暴力 消灭 他们知道只有那个东西 能瞬间推翻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 他用三年就推翻了你 三十年统治 他们这些皇室们 非常的恐惧 但是呢 法国大革命成功之后呢 没有乘胜追击 还保留了他们 结果他们复辟了 观念在这 所以在整个这个地球上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还是沿袭了 几百年之前的那种等级制 他们是精英 他们长有财富 而你不可以比他们更富有 你如果比他更富有了 他就想办法制裁你 封锁你 经济制裁 甚至武力直接 把你这个总统拿掉 伊拉克也好 叙利亚也好 阿富汗也好 他们是怎么拿掉的 不是武力吗 拿掉以后 他们要建立一个符合他们规则的制度 就是你要按照他的规则活着 而他的规则就是 我是上等人 而你是下等人 你的财富要拿到来 我用 你只要活着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你说实话 而他们撒谎 是永远不承认的 英国伦敦大学 伦敦政经学院 他们在撒谎 他绝不承认他撒谎 而且他用法律来包装 你要问他是不是撒谎了 隐私 隐私 不能动 不能动 这也是法律 触犯隐私法了 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他们的法律 就是保护他们的撒谎的权利 保护他们的人上人的权利 这个社会到今天 都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 自由 平等 和博爱 这三个词 就是起源于当年的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 在三年能够成功 推翻了君主立宪制 推翻了封建体制 就是因为 这个事实是有民心的 但是成功之后呢 一个新的话题 就压在这些领导人身上了 你能不能在成功之后 再往上走一步 这个 很多的革命家 都没做到 也就是他们只做了第一步 而第二步呢 就是 夺取政权 容易 而巩固这个政权 其实是难的 也就是 巩固政权 要比夺取政权 更难 这是一个前人说的话 巩固什么样的政权 民进党 夺取政权 容易吗 夺取了 为什么 容易呢 因为国民党 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了 民进党 所要求的那些东西 其实 在台湾 多数人 是拥护的 在早期 而民进党 一旦夺取政权之后 他的level 不够高了 他也觉得 呦 钱是好东西啊 那我穷小的 夺取政权以后 他已经把他理念 彻底扔掉了 给我钱 我也要贪污啊 我也想过这种腐化的日子啊 这个就是那一代革命家人 所有的 共同的弱点 就是 打江山的时候 都是穷小子 当江山坐过来以后 结果 他有钱了 他也腐败了 他也跟前面 那个腐朽的政府 几乎是一模一样了 甚至到今天 台湾这个民进党 实际上已经被篡权了 民进党已经没有了 但是民进党内部呢 这些赖也好 苏也好 什么 这个一大堆 也都屈服了 也都变指了 也都不是党章中 所写的那个民进党了 所以人性的软弱 到今天就看到了 当他再往上的时候 他已经上不去了 他的格调就在这了 所以就导致了 台湾今天民进党 彻底的被人唾弃了 原先的理念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就是 这一代人 他们的思想 所受到的局限 他们有革命的勇气 有成功的 但是成功之后呢 都没有办法 再把他拉高了 后面已经被彻底的封死了 也就是 这些当权者 既得利益者 他们知道 这个方法能让我下台 所以我一定要压制住 绝对不能让这个事情 再次发生了 这个就是 他们所制定的 所谓的法律 而压制住整个社会 你要反对我 好 你投票 我做票 投完了以后 就像这次 加拿大政府说的 是你选的我呀 你怎么又反对我呢 你不能反对我 你选了我 我就要这么执行 你就得执行 你就得做顺民 他变了一个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看看 老百姓呢 刚开始是扭曲 不明白 逐渐逐渐的 他们能不能明白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 我想 时间久了以后 慢慢慢慢 他们会明白过来 其实这个东西 是一个假象 是统治阶级 为了他更好的 稳固他的政权 不要被再次被推翻 不要再发生什么 法国大革命啊 什么十月革命啊 不要再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我建立了一套 符合他们的 保皇的一种体制 同时用宗教 用各种方法 来把这个所有的企图 有革命思想的人 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 就是暴力 哎呦不行 哎呦要和平 和平也不行 暴力就更不行了 什么都不行 你就得怪怪的做顺民 这个就是他们 从整个的大环境来说 这个地球上 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到今天 辉瑞已经跃居世界 前十名首富了 那很简单的 每个人都打你一针 你不就是世界首富了吗 这很简单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过来 我们说远了 回过来说 彭文正老师也好 林怀强老师也好 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叫国际记者会 他们是希望能够影响一些西方的媒体 我个人认为非常之难 不是说一点不可能 这个勇气还是应该鼓励的 但是非常之难 为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声音 他们傻吗 他们一点都不傻 他们很清楚 这是个假博士 但是就要撒谎 一定要撒到底 在西方国家撒谎 没有人制裁的 你放心好了 你随便去撒谎 随便去骗 甚至在加拿大 随便去偷 你只要不把主人给打了 你就把东西拿走了 警察绝对不抓你 相反 如果被偷的家庭 把小偷给打了 警察上去就抓 这叫暴力 逮捕 镇压 这个就是他们 维持这个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 司法也好 警察也好 都是他们 让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地位 更稳定的一个工具 而真正的 我们说 自由 在地球上有吗 根本没有 平等 在这个地球上有吗 根本就没有 博爱 所谓博爱 博就是大胸怀的爱 对吗 不是爱你 孩子 不是爱你父母 不是爱你的家人 是爱全体人民 请问 哪一个总统 哪一个主席 他真的是爱你的全体人民的 就在这个地球上 我到今天 我一个都没看到 但是呢 老百姓是希望 你作为一个总统 作为一个领袖 你应该博爱我们 博 博大的博 博大 你应该用 博大的胸怀 来爱我们 我们在这个家庭 才能够生活的幸福 我们在这个国家 才能生活的幸福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来到人间 才能生活的幸福 而这样一种博大的爱 老百姓 天天都在祈求 到今天 根本就没有 他们高高在上 就像 拜登 骂那个记者似的 转头就 这个狗娘养的了 这不就这样吗 他才不会 爱你们老百姓呢 老百姓只能怎么办呢 自己爱自己吧 祈求是没有用的 祷告也是没有用的 只有自己 把自己每天过好 看清楚了 不去跟他们计较了 做好自己的每天的工作 安排好自己的吃穿住行 结交 值得结交的人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 唯一可以做的 好 以上是我们的见解 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见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